我们接下来进展第二节的内容 第二节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同版画的审美演变 说到审美 艺术的审美与时代社会的分散相关 它随着人们的审美需求的改变而变化 那么同版画的审美趣味的变化 与同版画技法的眼镜和更替是息息相关的 雕现技法是同版产生之初的技法 它是从经营手工艺的捐刻技巧演变而来 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工艺性 真正把这种技法用于艺术创作 并且表现得出神入化的 是纽伦堡的德国大师丢勒 我们可以欣赏他的代表作品 书斋中的圣泽罗姆 在这幅画中 圣徒罗姆不再是一个居住在阴沉的山洞中 修行的苦行者 而是在一间温暖的舒适的 厚哥特风格的书斋中 专注阅读和写作的老人 狮子呢 像家中的宠物 悠闲的眯着眼睛 旁边还有一只狗 全碎成一团 从窗外透色进来的光线 照射在屋顶和地面上 使整个屋子充满了生气 一切都是那么平静 令人愉悦 然而在这平静之下 他潜伏着紧张感 书房并不是休息之所 而是圣泽罗姆 获取思想胜利 也是他经受心灵挫败的战场 精准的雕刀技法 与主题完美的契合 清晰有力地 传递出宗教般的热忱 与严谨专注的精神 雕线技法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定力 对于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生活的现代人而言 变得不再适宜 所以这种技法 在当代的同版化艺术创作中 主要处于辅助的地位 好 我们接下来欣赏一幅雕线作品 这幅作品是丹麦邮政手机雕板师 马丁默克制作的一幅雕线 肖像作品 那么在这幅作品里面 线条是非常有特点的 我们可以看这根线 线条会随着形体明暗起伏的变化 而由粗变细 由线变点 线条的始终 依附于形体的起伏变化的轨迹 这种线条很难刻画 很难模仿 所以它会被用于有防伪需求的 钞票制作和邮票制作之中 那么这种技法的练习需要长时间的实践 在中世纪培养一名雕板师 需要多年做学徒 那么在当代世界 顶级的雕板师也是寥寥可数的 好 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是《大清银行兑换券》 这是清政府在1911年 邀请美国著名的雕板师海去 为清政府制作的一款钞票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里面的人物的刻画非常的精细 整个构图 整个画面也很完整 也很漂亮 但是随着清王朝的面王 这款钞票并没有被发行 它的意义在于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用凹板来制作钞票 好 第二种 时刻技法与平民审美 在17世纪 时刻技法取代雕线技法 在欧洲开始流行起来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用运了腐蚀法 制板的时间大大缩短 技术的门槛也降低了 铜板画的制作有了绘画的灵活 而少了制作的死板 可以精细刻画 也可以利用腐蚀做写意的助理 所以为专业画家所喜爱 其中荷兰的大师伦布朗 是石刻铜板画的极大成者 我们看他画的圣哲罗姆 圣哲罗姆头戴草帽 背靠大树坐在土坡上 全身被灿烂的阳光笼罩 专注着翻阅手中的经典 身后的狮子舒展筋骨 起身站立 眺望远方的城堡 画中的罗姆多了日常生活的惬意 仿佛安详晚年田园生活的老人 少了丢乐画中那种高度的宗教自律 带来的紧张感 自由挥洒的石刻线条 简洁概括 点到为止 不做细致的描绘 作画带有更多的情绪和即兴的意味 它符合平民的一种审美的需求 由于这种石刻技法的优越性 包括戈雅 后来的毕加索在内 众多优秀的艺术大师 都用石刻技法创作了动人的作品 狮子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而且它很有力量 它有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么像在罗姆 甚至罗姆的故事里面 它在荒野中 为一个狮子去拔了它脚上的刺 那么跟狮子形成了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狮子是有象征性的 它代表着一种力量 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说宗教的力量 或者说是一种灵性的力量 总之是它有一种勇猛 有力的这种东西的象征 那么在丢勒的话里面 那个狮子呢 把它表现得像一个林家的小狗一样 它传递的是一种生活化的宗教的氛围 但是呢 它虽然试图表现日常生活的那种状态 但是仍然传递出一种强度的紧张感 这种紧张感与它那种宗教自律的那种态 都是有关系的 包括用雕线的技法 它也不放松啊 因为雕线技法就是一刀一刀 它需要高度的专注和集中 所以它那个状态就是一种紧张的状态 不是完全放松的状态 那么到了伦伯朗 伦伯朗的这个罗姆呢 你可以看那个狮子呢 像刚刚休息完 然后起身站起来 然后眺望远方 然后狮子呢 它的那个综毛都是用干磕线 咔咔一顿乱线 磕出来的 为什么那么弄 其实反而感觉更加的有力 更加的像是一个 就是 不是一个林家的小狗 而是一个勇敢 勇猛的这样一个东西的象征 因为丢勒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族 他是一个非常宗教自律的人 宗教自律就意味着 需要束缚你很多 本来是日常生命的一个状态 但是伦伯朗不一样 伦伯朗是生活在荷兰的商业的市民社会里 大家关注的是如何获取财富 获取享受 更看重的是一种 怎么讲的 日常化的生活的东西 所以伦伯朗这个人 本身就不是一个强烈的自律的宗教徒 他是一个更生动的人 更鲜活的人 所以他传递的东西 直接就把自己那种鲜活的东西 传递到那个师的身上 这是不一样的 你想进入一种修行严谨的状态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 你非常不可以用雕现计划去做 完全可以 你把它当作一种修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创作 对吧 当你想传递一种快速的鲜活的感受 那你可能用干渴的方式就很好了 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就在想 我背上是能板画的 原来是因为他不容易被模仿 那现在我为什么全都没有模仿 原来他也不是说不容易被模仿 原来是因为他有素素性 大家可以能一张可以印好多张 那个时候他语言并没有自觉 那么到了后来到甘克 到了伦伯朗的时候 语言开始左部的在自觉 伦伯朗也并不是很自觉 到了后来 我甚至一张画什么内容都没有 就是这根线 我就把这根线 那种浓浓的味道把它展现出来 这也是一种个人化的需求 对吧 我就展现我的个性 个人的这种一根线里传递的情绪 我看中这个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甘克技法与个性化审美 随着新的印刷技术产生 同版画不再适应批量印刷的需求 因此促速性不再是 制作同版画考虑的重点 新时代的版画家 首先要考虑的是 如何利用版画语言的独特性 最直接地完成艺术演讲 甘克技法是最直接的同版技法 无需复杂的制作流程 因而受到青睐 我们欣赏日本艺术家 池田满寿夫的作品 骑自行车的贵妇人 大家看 在这个画中 人物构图 无规则地迎向右上方 人物的大小远近 自由安排 形象变形 但突出了最主要的特征 有力的主线 表现了清晰的结构 凌乱的细线 仿佛不可控的情绪 配合于红黄蓝黑的透明色块 传递出轻松而细谑的自由状态 好 我们接下来看另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是齐腾点子的作品 这幅作品里面更强调 干客县特有的一种美感 比如说像这个猪串一样 点点流动的感觉 那么现代都市生活节奏快 充满了瞬间性和意志性的语境 现代人更强调表现情绪的骚动 和瞬间的感受 所以干客非常适合表达 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状态 当然人的审美并非单向的变化 艺术是多元多格局的 个体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 和表达的需要 运用不同的技法 不同的语言 所以一切技法 都是为艺术表达服务的 它与宗教审美 是这么样一种东西 那我们现在用这种雕线技法 用的少 它就太死板了 那我们可能会倾向用哪一种 所以最后其实不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 可能更多的是直接的方式吗 那就是比较干客或者什么 而且在实践里面 确实是 选修课体验课的学生 或者是时刻线 或者是干客线 不可能用雕线 因为在那个没法弄 所以你要讲这种审美的变化 然后带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 对吧 我觉得这种东西 所以我在后面 特别再说明一点 就是说 其实审美的变化 比如说随着技法的这种变化 它变化 但是它不是单向的 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的创作 是根据你个人的需求来决定的 如果你希望 呈现一种宗教的 自律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完全还可以用标线的方式来做好 如果你就是要传递 当瞬间的 骚动的 情绪化的 即兴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可能选择干客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种技法和审美呢 它是息息相关的 它取决于你的需求 你审美的需求 你创作的需求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技法的演变 审美的演变 并不是单向的 它很可能你又回过头来 又重新选择雕现技法 来做创作 这完全可能的 艺术呢 以你的处境和你的需求为核心 对吧 那么不同的方式方法 任何艺术语言 都可以为你的需求所用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种不同的技法 最重要的也是 希望跟大家的 自己的创作的需求结合起来 大家去判断 这其中哪种技法 是我最喜欢的 我想用它来做我的画 做我的创作 然后再进行展开研究和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最好的学习的思路和状态 而且版画呢 其实是用传统的绘画方式 对 就是说跟现在人的关系 觉得现在 从版画当中能喜剧到什么东西 现在是网络时代 大家呢 平常包括做艺术创作 可能都会用大量的 比如说电脑使用 那么首先呢 版画呢 它有很强的制作性 那么通过动手呢 其实我们可以真正的体会 材料本身的美感 和我们艺术创作的一个关系 这个呢 也是创作中很重要的一点 艺术的公共课 美术史的公共课 它主要是侧重于讲述和欣赏 很少有这种动手实践 所以呢 很少有艺术原作的欣赏和这个动手实践 那么版画呢 恰好它因为复出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师的原作 就是其一 就是欣赏 第二动手实践的话呢 正好它的操作性很强 所以呢 它是作为一个动手实践 很好的 那么它有规范的一个制作步骤 但是它不死板 它要容易让学生去掌握 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 他们的严谨性思维 和这个版画的程序性 是契合的 可以互相启发 那么版画制作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一个步骤的改变呢 都会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效果 趣味性很强 所以呢 它会激发学生的一种 创造力和想象力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艺术中生活中呢 无处不在的因素呢 都可能成为艺术的元素 比如说 我们在视频中 可能大家会听到一个 轰轰轰的声音 这个呢 是旁边呢 定期会有地铁 在通过 可是我们如果换一种思路的话 我们未尝不可理解 比如说你现在听 它正在通过 如果换一种思路的话 我们未尝不可以 把它理解为一个 动人的音乐 它共同构成了 我们这样一个 环境的氛围 我们接受它 欣赏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